视线在转向新加坡 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两元店促销生活方面的小商品 可是您听说过两元钱看病吗 在新加坡就有这么一家两元中医诊所 专门为贫苦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服务 叫做善计医社 在这里看病 不光药费只要两元新币 也就是将近十块钱人民币 针酒也不过只收五元新币 而您知道在新加坡 就是随便接上买一瓶水 最起码也得一块多钱 2006年善计医社因为出现了财政问题难以为继 这个时候一位名叫卓顺发的华人挺身而出 他依然卖掉了自己白手起家经营了24年的上市公司 全心投入到善计医社的运营当中 卓顺发祖辈是潮州人 有人说卓先生很傻 他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那小的时候的经历 他比别人更清楚穷人生活的不易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读书还算不错 我进入了一个名校 可是我们的父亲收入真的是很低位 这么多孩子要读书 我们的协备都是等着父亲 拿到薪水的时候排队交协备 然后有一次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做同学下个月麻烦你 不要让我难做协备计的代理 无奈之下15岁的卓顺发被迫辍学了 他做过铜工 杂工 也做过建筑工人 经过打拼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家具品牌 并顺利上市 虽然从穷小子磨砺成了企业家 但这并不是卓顺发的最终理想 他每年都会拿出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做善事 2008年汶川地震 他还带头捐建了七所希望小学 有一多年来一直坚持做善事 他获得了新加坡总统颁发的 公共服务奖章和公共服务新章 如今 善机一社已经步入了正规 到明年的三月份 还将有六家分社在新加坡开张 现年53岁的卓先生 还计划在五年之内 将诊所的数量增加到20家 为的就是方便患者能够就近治疗 他说 为了善机一社的扩大 他已经做好了卖车卖房的准备